讲题 敬拜与营业 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系列 说真实的敬拜 真实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敬拜 我们经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第四个系列 营业 敬拜营业 还有没有跟你分享这个话题之前 跟你讲个故事 这是两天前我在internet 在我的email里面看到 人家传给我了 我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就跟你分享 重建安有个国王 在他宴会的时候 就对他的大臣说 其中一个大臣 他心爱大臣 就这样说 今天我很高兴 我宴请所有的人来吃东西 我给你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骑上我的宝马 骑上我的宝马 能走千里马千里之远的宝马 你就骑着走着 如果你能骑到那里有多远 那个地我就会各地给你 就把那个地送给你 大臣听了之后 恶或不说马上骑上他的宝马 拼命的跑 拼命的一直跑 王宫一直跑 跑了很久很久很久 跑了大概七天七夜之后 宝马终于抬不住了 倒地然后死掉了 他也奄奄奄奄了 因为为了拼命要跑得更远 越拿到更大的土地 是吗 然后他连吃也没有吃 喝也没有喝 就躺在地上 奄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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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奄 他讲了一句话 其实我要的 我们人类要 我们人要的不多 现在我将要死了 我埋葬地方也只不过是一幅棺材的地方而已 我要那么大块的土地来做 你明白意思吗 the moral of story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有很多东西我们追求的要求 根本不实在的 我们没有用那么多 我们也没有需要那么多 我们去追求永远 拼命的努力去追求 我们用的不多的东西 所以故事告诉你 鼓励你就是说 我们要亮丽而为 所以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快乐 有些活得很 充满着压力 有些人甚至有幼异症 有很多的精神病态 有节制城市的生活里面 很压力 因为他们在追求 他们在找一些不适于他 其实快乐很简单 喜乐也很简单 满足以现状 containment满足是很重要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课题 应业 敬拜与应业 如果你有圣经情 你打开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打开几个经文 打开几个经文 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我回复上几个星期 我跟你讲的一些 这些背景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重建大尾到他的章目 为什么要重建大尾的章目呢 原来在就业的时候 有两个章目 就是从圣经里面 过去以来到现在呢 在圣经里面有记载 我们上帝总共给了 我们两个章目 第一就是摩西的章目 摩西把百姓带出来 已经从埃及带出来 去到矿园的时候 他们建立了一个章目 叫摩西的章目 然后来到大尾的时候呢 大尾又建立了一个章目 叫大尾的章目 两个章目 为什么要有两个章目呢 那而且圣经没有讲 要重建摩西的章目 为什么要重建大尾的章目呢 我们回复啊 回复几个星期 给我们所讲的东西 大尾的章目为什么重要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很小啊 如果你要知道 可能这边看就很难了 我已经放的嘴大了 已经看Internet找了 在Facebook里面可以看得到 第一 大尾的章目的特点就是 他有歌手和歌唱 摩西的章目没有 然后他有弹业器和业手 就是玩这些业器的人 摩西的章目没有 然后他有特别的庄人 撕立在业会的跟前 然后摩西的章目 就有大祭司司令在那边 然后呢 所有的聚会的活动 他们有一个叫做 记录的事奉 什么叫记录的事奉 就是把从头聚会开始 到聚会结束 有人在这边做记录的 摩西的章目没有 然后有 称谢的 是奉 就是有赞美啊 感谢神的 摩西的章目没有 然后第六 有赞美的事奉 赞美的事奉 摩西没有 然后大尾的章目呢 有诗歌称颂的事奉 然后 摩西的章目 只有诗篇 第九篇 啊九十篇 一次的记录而已 然后 第八 大尾的章目有喜乐 欢喜的事奉 然后呢 摩西的章目只有命令死的 被命令的 不是 是巴沙叻拉 不是苏嘎叻拉 是被 被逼 第九 然后他们有拍手的事奉 大尾的 摩西的章目没有 然后有欢呼呐喊的事奉 然后 摩西的章目里面的 只有耶利哥成那一次 就没有了 然后 就有跳舞的事奉 第十 跳舞的事奉 然后 啊 只有一次而已 就是 米里安 就是摩西的姐姐 出来跳舞一次 就没有了 然后有举手的事奉 OK 还有啊 摩西的就没有 然后 有静前 跪下 敬拜的事奉 然后 摩西的章目是 圆圆的敬拜 百姓不能进入自身所 还有 就是 群求耶和活的人 然后 他们只有 看重 灰墓的那些 程序而已 然后呢 第十五 最后 最后两个 欢呼 欢然 献祭的事奉 然后摩西的 只看重 杀牛杀羊的献祭而已 然后 最后一个 他们有 说阿们的事奉 摩西的章目里面也有 说阿们 但 当要诸咒人 要 如果有人犯罪 要哪时候 丢他的时候 他们讲阿们罢了 所以是诸咒 在诸咒的时候 才讲阿们罢 所以 从这里 我们看到 为什么大悟的章目 重要 大悟的章目 充满着 新业摩西的章目 而就业的摩西的章目 只是 条文 医事 比较看重 所以从来 上帝没有事 要重建摩西的章目 所以要重建 大悟的章目 所以今天回来看 我们团全是活在 大悟章目的模式里面 我们有开手吗 感谢主 我们有欢呼吗 阿里路亚 有欢呼阿们 我们有 跳舞吗 少一点 应该多跳舞一点 还有 我们有群球 有会下 有举手 感谢主 我们有举手 我们有 称谢 有感谢 有赞美 我们有 全部都符合了大悟章目的 一个事奉 OK 今天我要给你讲的主题是 敬拜以音乐 为什么要讲音乐那么重要呢 我想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而且我这个礼拜的准备 我是准备到 星期五才准备好 从来没有准备那么久的 这个觉得我这个课题很重要 我想我讲了这个课题之后 不知道几年之后 我还要再讲了 如果你去读神学 你尊功音乐系 就读音乐系 就教会的音乐 音乐系 你知道吗 你读四年 你单单读音乐的历史都要读一年 因为一年多 那么我现在要把一年多的东西 用四十分钟讲完 真的不难 不容易不难 不是不难 不容易 所以兄姐妹 其实啊 要讲很长边大路的道 是很容易的 越短的道 越难 如果要讲十分钟的道 要讲的清准 又表达得出 是很难的 不是越长的道越难 越短的道越难 那么要讲一年的东西 用四分钟讲了 真的有点难住 所以你要 Bury me跟我一起啊 不要睡觉啊 睡觉的时候 你看你旁边这样 你摇坛 诶 行行啊 谢谢 第一要给你讲什么呢 音乐是从那里开始的 兄弟妹 大家讲音乐本是神的心 音乐本是神的心 创世纪啊 揭露了啊 音乐起源于上帝的心 人类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啊 甚至众天使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啊 音乐已经在上帝的心里面了 根据圣经的字典 Western Bible Dictionary 这么定义这个音乐啊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艺术和科学相组合组成的声音 或夜期的声音 以分别分辨出不同的音律和音节奏音色 尤其使它形成结构完整和表达情感的部分 我很深的 总之你听过就好了 不用去记啦 音乐的意思是这么样 上帝创造万物就好像一场伟大的音乐会 既有创造性又充满和谐 整个宇宙似乎充满着音律 就是旋律和节奏感 这表露出上帝一颗音乐的心 众星球在轨道上和谐 并且抑制地运转 像极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你完全看不出任何不协调的痕迹 所有的受诈物都投入在上帝的音符里面 整个宇宙根本就是上帝的眼中位 我这个会稍微解释 你问我牧师什么是和谐 为什么和谐都重要 你看我们有九大行星 这种行星从没有意见相互碰撞 或者出轨的可能 从来如果有出轨就糟糕了 你住的地球就不安全了 你看从来地球都没有出过轨 公转自转都有跟他的节奏感和熟虑 这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 他有代步和代命 如果你读音乐的话 你是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呢 你看地上的每一根草 每一片草 如果你来比较的话 都是独一般的 你把一根草跟另一根草来比较 是不一样的 大小不一样的 它的形状也不一样 你也在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草 可是它却没有失去它的统一性 它不会忽然间说一根草 然后忽然间 诶 又跑一样东西出来 不会的 它有它的统一性 可是是不一样的 独特的 你可以明白吗 如果你读科学你就明白什么 每一棵树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片叶子也不同的 可是它们不曾失去其中的化异性 叶子就是叶子 树木就是树木 每一根树 你去找每一棵树 都会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上帝的创造 你看看你手指的指纹 你的指纹 独一无二的纹路显出了上帝创作的本性 你搜集全世界的人的指纹 你一千一全世界的指纹都不一样的 这就是上帝富有创作 创造的一个部分 神喜欢为各类的创造物 来定立个别个体的方式 神区别人类个体的方式 就是借着独一无二的指纹 如同神区别狗和猫的方式 是借着怎么来分别呢 它的鼻子 鼻子呢 鼻吻 每一个狗和猫的鼻吻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狗和猫的不一样是在哪里 所以呢 这能证明了上帝的人的指纹 证明了上帝创造的伟大和智慧 跟人的个体一样 特别和尊贵没有分别 那我们稍微看看经文一下 我们来看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讲什么 来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 是 是 一 发生的清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书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各克 上帝看着是好和敌解 上帝又造出寂静和水中所自身 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的飞鸟 各从其类 上帝看着是好的 二十五节 于是上帝造出野兽 各从其类 生出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 各从其类 上帝都看着是好的 Amen 看到没有 兄弟姐妹 我们看到了上帝创造东西 所有万物都是各从其类 可是没有一样东西是重出性的 这就是跟因业 跟因业来相比呢 是有关注观念的 每一个因业是不一样的 却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因业 可是每一个因业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数目 人的创造 上帝的创造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因业从哪里开始 因业从上帝的心开始 第二我们来看 大家讲 路西佛的大叛变 路西佛的大叛变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一下 一二三 那时 神心一同欢唱 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 今天耶和我的话 领导我说 人子啊 你为灰罗王做起哀歌 说主耶和我如此说 你无所谓 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你曾在以殿上帝的眼中 佩戴各样的宝石 就是红宝石 黄宝石 金钢石 水仓鱼 红玛瑙 辟玉 南宝石 绿宝石 红玉和环金 又有精美的古迪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所造之志欲备齐全的 十四节 你是那受高遮烟月位的记录佛 我要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我的宝石中间往来 没 同学读社群啊 OK 十五节 你从受造之志所行的都完全 直到在你中间查出乌异 因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 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要从上帝的山驱逐你 这言业位的基督波啊 我要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 又因勇官败败智慧 我要将你摔在地上 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你目睹眼见 十八节 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 就无为你那里的盛作 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 吞灭你 使你在所观看的人面前 变为第三个如为 各国民众凡认识你 都看你为荆棘 你明人精通不再存余一世 直到永远就一顿啊 OK 哦 露西佛 早晨指指啊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拜列国的何尽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上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重心以上 我要坐在序位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高在云之上 我要一字上者同的 Amen 我一口气读了很多的经文 我为什么要读这个经文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稍微看看一下 我们读了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许多的解经家 以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都认同 相信以上所形容的是露西佛 露西佛就是堕落的天使魔鬼 经文显示他是天上敬拜的领袖 天使师班团的团长 根据以上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第一 他的名字叫露西佛 意思就是成星Morning Sun 早晨之子 Son of Morning 他是受高的基督婆 是特别受高来服侍的 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背景 在天上呢 根据圣经讲呢 有三个天使长 Up Angel 就是负责所有天使的领袖有三个 第一个负责打仗的 叫米加勒 Michael 我啦 真正 尊门打仗的 这天使长叫Michael 另外一个 是到那里你看啊 你看圣经每一次都向人类报告啊 传好消息啊去 代表上帝做Messenger 传信息给人的这个天使长叫Gabel 加百列 这不错的名字 如果你有christian name 可以选这个名字 是报告好消息的人 天使 第三个负责敬拜的 就是这个露西佛 收西佛 在我读圣经的感动和我了解 虽然三个天使长都是领袖 可是在三个天使长排名第一个 列为最前的才是露西佛 因为从来圣经没有形容 Michael 米加勒是受高的基督婆 什么是受高基督婆呢 受高的基督婆就是 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有讲到业柜 业柜是怎样制造的 业柜用两个基督婆 遮盖着那个上帝的宝座叫业柜 就是上帝的宝座有两个天使 把它遮盖出来的 为什么基督婆那么重要呢 唯有基督婆是天使的一种 只有基督婆可以直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 最接近上帝的宝座 而且这里不是普通的基督婆 圣经讲他是受高的基督婆 加摆的也没有受高 不是被称为受高的基督婆 尼加勒也没有被称为受高的基督婆 受高基督婆就是说 你这个天使掌呢 是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呢 他在众天使里面呢 排行最高的 最高的 然后 他是遮掩业柜的基督婆 在神的身上遮掩着神的宝座 看到没有 他跟神是最接近的 他被造得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他是以电言 以电神的圆中的天使掌 你不要误会哦 在地上有一个以电言 在天上也有一个以电言 他是在上帝的以电言里面呢 是负责最高的 我们用今天的话是总司令的意思 他是整个以电言的总司令 然后呢 他身穿祭司袍 刚才你读到那一罐呢 有什么有宝石啊 什么宝石有什么宝石 什么宝石有什么宝石啊 一模一样跟大祭司的祭司袍 全部都有宝石的 所以呢 就代表说他是一个位 它是代表自己的自知 把人 把所有的敬拜 所有的参赞 赞美都献给上帝 当个东中间的人 把所有的赞美 敬拜所有的荣耀 归于上帝 然后呢 圣经还有讲一句话 这是很关键的 他被造那一天呢 上帝就给他一个精美的敌 武敌 这象征什么 象征他能随意的 象征他能够带领敬拜 上帝给他一个 音乐的音乐 就是一个敬拜的音乐的诗 音乐的侍奉 音乐的侍奉 是其他天使没有的 看到没有 一个带领敬拜的人 一个带领 所有敬拜 给上帝的一个天使 那因为上帝 造得太完美了 是全然美丽的 有多美丽 我不知道 有人说魔鬼是很丑陋 你骗 那你是被骗的 你看到那些魔鬼的戏 都是很猙獰 什么 天啊 很可怕 其实 其实魔鬼的本身 是长得最帅 事实上的帅哥都没有比他更帅 这样讲 事实上的美女也没有比他更美 因为天使没有性别的嘛 所以我只能说 他既是帅哥 又是美女 所以他是最全然美丽的 没有人 上帝没有创造 这么普通费的一个 angel angeling 就是天使的那种的 状态 然后呢 就因为他很骄傲 因为他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 你看看 他有他的 他没有 他没有创造天使 天使有他的意志力 有的选择 跟我们人一样 有意志力 可以选择要 选择不要 所以呢 我看到了 他心里承受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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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五次讲我要 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 我要 以至上者同等 看到没有 他不止上帝给他最好的 最美的 最漂亮的 他不满足以现状 他还要 跟上帝同等 一天他讲 哎呀 我每天 敬拜 敬拜神 带领 这么显 如果 我 倒不如我会 叫这些的 天使来 敬拜我更好 当他想这一点的时候呢 他就犯罪了 上帝给天使 面对一个 选择地 在当时的情况 上帝给天使 所有天使选择 他们要多夺 天使的医治 有一部分的人 一部分的天使 选择跟 露西佛 背叛他们 离开了 他们就离开了 天堂 离开了 变成堕后的天使 名鬼 所以 回来今天 一个背景 很闷一下 这个背景 现在回来正题 音乐 我讲整个interruptcy才讲到正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音乐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我要跟你强调 敬拜音乐那么重要呢 原来啊 这位天使 是充满音乐的天分 有音乐的灯膏 能够带领敬拜的一个人 敬拜神的 能知道上帝的面前的人 跌倒 然后从他来到人世界 带着他 看到没有啊 那我要强调这样东西啊 当他跌倒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上帝有没有多 多种 多掉他的 敬拜上面的智慧 圣经没有益处的记录 上帝剥夺他的 他的恩高 他敬拜的能力的恩高 没有 他带着他敬拜的能力的恩高 来到人的世界 这也说明了很多人 很多次人就问我 为什么牧师啊 我看到那些牧师啊 那些上帝特别重用的人啊 他很特别恩高啊 可是又犯罪 又去找 又犯罪啊 挨钱啊 或者犯奸淫啊 去hotel啊 找基民啊 而牧师来的很出名 为什么会这样 看到没有 同样的道理 上帝给恩赐 上帝给恩高 上帝没有拿走他 也就是说 一个人可以跌倒犯罪 可是仍然有恩高和能力 恩高和恩赐 去做他要做的东西 所以 我们又回想 还记得 我帮助你了解圣经啊 还记得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我给你们 有的给五千 有的给一千 有的给两千的 才干 分派出去 让他们去做 去分派他们去做 做他们应该做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 上帝要我来收账的时候 五千的时候 五千的 主啊 你看你给我的五千 我另外赚五千给你 然后两千的 我另外赚两千的给你 一千做 上帝啊我怕你 我知道你是个狠心的人 所以我怕 我有没有做什么 我把它埋在地上 看到什么 重点看到什么 恩赐不在大和小 你有多少才干 不在你有多少才干 重点在你有没有重心 去用你的才干来复杀 很多人有很多的才干 有很多的恩赐 但是却乱用 却不中心 这里一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什么 上帝会跟你算一条大仗 get多小 上帝不会住不住跟你算的 上帝会一次过跟你算账 所以你今天拿很多人 你不要羡慕他 有那么多的恩赐 那么多才干 多才干 多恩赐没有用 重点你有没有忠心 如果你不忠心 再多才干和恩赐一天 上帝会跟你算账 而我们说 又回来摩西 这魔鬼呢 就拥有这些恩赐之后 来到人世界 来到人世界呢 然后他就用音乐呢去补 辱过很多人 他带着音乐的恩膏啊 用音乐 用这些来去吸引人类 来补过人的心 所以当我在讲音乐的时候 我要你注意 当你在外面 外面有世界音乐的 玛丽玛世界里面 请你注意一下 有些音乐 是来自魔鬼的 有些音乐是不能听的 它会影响你的 我看我要举例 因为世界的颜布 要举几个例子啊 我相信你们想 我相信你们认识 麦克杰森啊 都死掉了 麦克杰森 我不做这些研究啦 因为我觉得太残忍了 如果你把 他的歌 导带 来播 就是 reverse reverse 来 导带来去 播放他的歌 他里面的内容之言 他会告诉你 Satan is God Satan is Lord We worship Satan I love Satan 我爱撒旦 我敬拜撒旦 我属撒旦 这些字眼会重复的来讲 在他的歌里面 OK 再解历了 你都知道 麦克杰森有很出名的一个 舞蹈叫break dance 霹雳骨 霹雳骨的概念 霹雳骨的灵感就那里来了 圣经说 那些不幸的人将来会丢在永火里面烧 有不死的虫子咬 咬着他们 你想一个人被火烧 又被虫子咬 又不死了 会怎么样 整个动作就好像break dance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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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哇break dance很好啊 很业啊 所以你就 追踪了撒旦魔鬼 还有 早上正直才跟变山谈那个Bitus 还记得啊 是P头四盒 你的年代已经不知道了 Bitus有四个人组合的 那时候七十年代 很红很火红 红到一个程度 大家人都封他 P头四 他的 他的头是蘑菇头的 OK 剪蘑菇头的头发的 OK Bitus 这个Bitus啊 太出名 太有名当一个程度啊 一天在向着所有的他的 歌名啊 好几百万的歌名讲 God is there 上帝已经死了 当他这个人宣布了这个人啊 第二天也死掉了 被人摩杀死掉 接二连山 一个是 吸毒品死掉 一个是车祸死掉 一个人被摩杀死掉 现在Bitus的成员直升死 活的还剩下一个人 再来军队 Lindy Gaga 应该你们懂吗 Lindy Gaga Lindy Gaga很喜欢做这样的Sign 有吗 牧师有update的啦 牧师也是有看这世界上的东西 OK 我知道Lindy Gaga喜欢做这个Sign 这Sign代表吗 这Sign代表 美国的光明会 Immunity Immunity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 避密的组织 在操纵着全世界的一些 政治 经济 财经 种种 这些叫做光明会 Immunity 你拿美国的 美国一块钱 美元一块钱来看 他就有这个三角形 一个眼睛的 那这个Sign就是代表他们的Sign 就是说这些都是 简单来讲 我要研究的很长 简单来讲呢 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New Age Movement 心肌炎运动 所以呢 当你崇拜 你把你的灵魂 卖给魔鬼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的名额 Lindy Gaga Betus 还有 Mike Jackson 还有 刚刚死掉的 叫做 Winnie Hilson 他 他不是拜魔鬼啦 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来的 可是到最后 我们知道他是一百分 死掉 我要讲什么呢 还有最后一个最近也很出名的 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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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Edial Edial 牧师 发音 Fair 他也是 他也攻南 最近也在报章上攻南 承认他说 他 他还没有 他之前不红的 为什么他会红 因为他进不了了 这场 Satan 撒旦教 以前啊 人家进撒旦教是很空默默的 现在啊 好像进他当是很 无所远 Edial 就是一个 进撒旦会之后 被 充满平和力 他的歌 被人追求 所以你在听这些世界的歌 牧师没有反对你听这些歌 可是你要知道他的来源 那还有一些 你知道 Hot Rock 你知道吗 年轻人就喜欢的那些 Rock and Roll 那些Hot Rock 那些 他喜欢打那个音乐 很high pitch 吃得到 哇 整个好像要 每个要爆炸 打到最后要玩的时候 也把他的 踢大 敲牙 敲牙 这叫Hot Rock 这也是跟 敬拜下很有关 他想 带出来什么信息 带出来 带出来说 他对社会 对世界的部分 和不公平那种的宣泄 他们这样讲啊 在我看来 在鼠里眼睛来看呢 他是要释放出一种 这叫强暴 the spirit of violence 这个强暴 暴力的力 他们在说什么呢 这些Hot Rock 这些玩音乐的人啊 如果你的音乐 你的音乐没有拿来敬拜神 我说音乐来自上帝的心 对吗 但是如果音乐没有拿来敬拜神 他的最终目的不是拿来敬拜神 而是拿来表演 来 推广自己的话 来 表现自己的话 他们会当怎么样 Hot Rock 就是这么样 他们会堆在一起 表演之前 表演之后 会做什么 用Sitama 享受毒品 群交的 群体的性交 Group Sex 因为这些音乐 如果不拿来敬拜神的时候呢 他们会表演 他们会打音乐 打到一个程度 心里面啊 那个空虚感 是不能被填满的 但是他们不能被填满的时候 他们拿什么来填满呢 用毒品来填满 用大麻来麻醉自己 所以为什么 可能Winnie Houston 会抽抽吸毒品 很多那些著名的音乐家 包括那些歌手 最后去吸大麻 吸毒品 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满足 那个心里面的空虚 他们找不到创作的灵感 他们就开始很慌了 做么 就来 这样的东西 然后群体的那些性交 杂交之类之类 所以你看他 音乐本身没有对和错 音乐本身没有好和坏 音乐本身也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标准 是能怎么使用这音乐的时候呢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曾经捕倒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从13岁就开始拍拖 就因为家庭没有爱 就没有很好的遥养环境 父母亲也离异 就分手 就离婚了了 就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她从小就没有得爱 又没有爱 就从小很刻不爱 从小13岁就开始拍拖 从13岁到她见我的时候是23岁 这十年里面 她总共拍拖分手 剁胎 种种 剁胎超过7次 然后拍拖分手 分手已经没有记录了 就剁到没有记录了 很多 她说她的生命啊 很多问题 然后很多这些情感的问题 她拉开她的手臂 都没有看 各卖 各不死 很多 都是很 然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 因为这个毕竟是她背景的生活 所以我问她一样 我说 姐妹你平常的小姐是做什么 我很喜欢听歌 我很喜欢听音乐 哇那很好啊 是不错的一个很良好 人很好的一个嗜好来的 那你通常都听什么歌啊 然后几率啊名字啊 我也忘记了啊什么歌啊什么什么 我会发现到我帮她归妹 她听的歌全部都是 伤心 分手 分手 快乐 情感失败 种种这些都是很灰灰灰灰的歌 而这些歌在世界外面啊 都是什么 感情疗伤的歌 骗腿 你不相信 我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我跟你讲 就是有这样的姐妹 一直在听那些分手啦 情感失败啦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啊 种种的歌词啊 声音跟地鼓的影响 所以她每一次去谈感情的时候 都是谈准备失败的感情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话语 这些歌词啊 深深深置在她的里面 我不是说你们不能听这些歌啦 但是你自己酌量一下 你要有美好的未来吗 你要有你的好的感情吗 请不要把这些诅咒放在你的身上 请不要把这些宣言啊 他们歌词里面的宣言 放在你自己身上 哇太好听了 很善感的歌诶 你多听一下我手一个 多听一下你 它是你的感情 基本上是一直的失败 没有原因啊 这女孩子一直面对很多的挫败感 感情的时候 家人 家庭的不合 种种找不到原因 我跟她讲 你把所有的事情 折断 烧掉 斩断 从此不再听 三个月 三个月 如果我 没有事要 我唱 这是我的空头谈 三个月 如果没有事要 你再找别的 我跟他讲 去找别的 一个牧师没有办法 帮助到你 你找多人 你没有人帮助到你 那你跟牧师讲一句话 一次而已 三个月 不听这些歌 杜绝 就是把完全的 不听了 在三个月过后 又开始一个新的感情 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结婚 有两个孩子 看到没有 我不说音乐本身 音乐本身没有错 但是怎么采用 而哪个用法 真会影响 我看我今天 在讲下去 一定是不能玩的 一点都不能玩 OK 我大概知道 是这么样 那么 我们来看 看我有教会的音乐 好不好 我会很快的 很快的 Rocket 应乐 随着时代的转变 初期教会呢 刚开始 耶稣死后 升天了 所有的门徒聚集在一起呢 他们都 以这个 他们聚会的情况是什么 诗章 颂词 凌歌 当用四章 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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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早期教会呢 他们 敬拜的时候呢 是有唱歌的 他们是 那时候没有音乐 这是清唱的方式 清唱的方式来敬拜神 然后呢 来到 罗 教父时期 什么叫教父时期呢 教父时期就是 当 到第四世纪 我们的整个信仰 被罗马帝国 承认为国教之后呢 就成立了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呢 就把所有的东西 就特法过 聚会要有层次 要有 有 有 秩序 不要乱来 总共 就是很 很 教条仪式 很宗教仪式的情况之下 之下 然后呢 演变到 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呢 唱歌 已经不是 季徒的专利了 唱歌是 神之人员的专利 就是 会众 不可以唱歌的 因为要赞美神啊 是圣歌来的 普通的 不可以唱的 因为是太圣洁了 只有 神之人员 所以你们应该 感谢神 你们的诊诞台上 能够领唱啊 能够废友 你们都能够 不用音乐你是什么 神圣 就是普通一个人 能够领唱 在早期啊 这个阶段啊 就是 96年到 600年间啊 是不唱这些歌的 他们唱什么歌 我来看一下 有声音吗 是 天 天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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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站在那边,stand by啦,因为我会回来,会去,OK,教父时代的,他们在唱的这个教模,太阳了,OK,他们黑色聚会,我看不到后面的人,OK,这个,这个教,教父时期他们在唱的这个歌叫做,J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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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两根,只有八个单音的音符了,八音,这些音,只有八音,单音的音符,然后啊,其实是什么呢,它是从灵歌的演变来的,当圣灵充满我们这些俯存中,神召会,圣灵充满之后,有圣灵感动你会唱歌,你先把三菲菲菲给你一些音乐,然后你就唱灵歌, Kurovogushikiandarabakashu,类似有没有,有没有类似,Kiyandarakashu,Kurovogushikiandarabakashiki,类似,然后很类似,就是单音的,你看啊,他们是把一灵歌变成人的方式去做的,就用八个音符去唱歌颂,这些文是怎么文,拉音文的,你听的都是拉音的文字,所以听不懂才唱什么,所以会中就是, 说刚刚,威威在那边听那些神字的音唱哦,因为你都听不懂嘛,就这样,OK,到了教父时期,时间年度我们,OK,这个跳过,然后我们就来到中古,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呢,中世纪时期呢,大概是已经过了四百年, 教会进入一个叫做Dark Ages,黑暗时期,那个时期啊,整个天主教呢,整个罗马天主教是很失败的, 人呢,来到教会呢,都是用仪式来,来拜神,然后那个时候的教宗啊,Pok啊,Pok啊, 教王啊,教王啊,就设立了赎罪券,什么叫赎罪券吗,哦,你犯罪是啊,你昨天偷人家东西啊,讲电话,说OK,来,进去房间,靠赤令, 那个时候有个房间,你跟神父讲,我神父昨天,我问不起,我偷看女人,OK,你犯罪,OK,我就开一个赎罪券给你,一百块,三百块,五百块就是由神父定,然后你就还,你税就赦免了, 他们用人的方式,他们神父,代替了上帝去赦免人家的罪,他们制造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你看今天天主教在送赖界他们也是,啊,模仿耶稣被死的架,打到自己满身血,然后游行这些,不是现在才开始的,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心灵解禁,他们就苦待自己,折磨自己, 希望的心灵被解禁,罗马天主教在做这样的东西,然后,呃,因为,教王是圣洁的,在教廷里面呢,所有的人都要拖光光,真的一丝不苟的拖光光,在那个,教廷里面,来到教王里面,来到教王呢,都是要测身露体的, 那,有修道院呢,男修道院的女修道院,公分,啊,男修道院,女修道院,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天主教这么,排斥这么,这么强制的, 在这个中国时期啊,很多的男修道人,女修道人,他们因为,进去里面,要准备做神父嘛,要准备做修女,公读神学,来过他们这些修道人的生活,可是,生命没有压抑,没有改变,而压抑不住, 因为,你知道神父不能去,哦,修女也不能嫁老公了嘛,所以他们就拖一个地道,闭蜜通道,在,那闭蜜通道,苟且,很多的修女,怀孕,很多的怀孕就不能,修女,大度准备成了地龙,他们在那边,就在闭蜜的通道那边,闭蜜那边,杀了很多堕胎,直到被揭发, 所以这个时期啊,整个罗马天主教,是很黑暗,很腐败的一个现象,直到有一个人,我们今天,所以顺便讲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别在那里,直到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也是本身还没有,还没有改革之前呢, 他本身也是个神父,他看到为什么那么多宗教的事,那么多的宗教却没有爱,却没有什么,而且啊,当时天主教到那个程度啊,信徒是不会读圣经的, 因为圣经是上面的话,不是人可以随便读的,所以很多天主教都从来都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的背景了,所以马丁路德就开始改革,他用了一句话,他的主题改革主题叫, 因性成立,justify by faith,我们必须要凭信心来到神面前,或是用这些宗教的意思,他就改革了基督教,基督教因此在十六世纪,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被改革了,所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翻了,任何东西都不要了,我们要经历神,要人要神, 马丁路德的开始呢,就创造了很多的歌,改革的歌,今天还有在唱,因为我今天准备了九个video啊,有七个,七八个是不能做得到的,所以没办法放眼睛,有一首歌也是马丁路德写的, Mindy Fortress of God,Mindy Fortress of God,那些都是他写的,这些歌都强调改革,他写了好几千,好几千首歌, 都是来送赞信仰啊,那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基督教的教育从那边开始,就开始用鼓励汇众一起来唱,他推翻了天主教一些的系统,我们就开始用来唱,然后呢,马丁路德的跟音乐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他的名字很快就传开,因为他创作了几千首歌,尤其是信仰改革的歌,这些真理,被意义的备菜, 现在,创遍了整个欧洲,每个人唱着,宣告着他们的信仰,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教会的财富,应该归还以教会,教会也应该呈现最好的音乐比方低,因此马丁路德对教会的贡献不仅仅是改革,他也为教会的诗歌, 和卫主唱歌的歌,卫主歌唱的歌,铺垫未来的路,他引起管风琴,Organ,Organ来这家会配业,贵重了师班一起歌送,在此之前啊,音乐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的, 今天有Drama,魔鬼来的,有Keyboard,魔鬼来的,上帝哪里用这些东西来敬拜的,用单单音乐,歌声采成,敬拜神而已,之前是这样,所以马丁路德就改革不只是在教会的改革,音乐敬拜也改革了,把所有的东西带进来,到了,到了,我们就讲到改革后期,改革后期呢,上帝就兴起了一个人,一个人叫做John Wesley, 也就是今天我们有Wesley Church,就是卫理工会,就是卫理工会, John Wesley是一个卫理工会的创办人,所以我们讲了改革时期,也就是音乐和歌唱的大复生, 这个时期呢,成就了,比如大音乐家叫巴赫,巴赫,巴赫,巴赫也是音乐家, 我们里面都应该有研究,巴赫还有作曲家叫做Hendel,亨德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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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一个音乐家和作曲家,然后,这个时期的讲道,不能讲注重啊,圣洁啊,死亡和下地狱, 你不信就像地狱,他怎么能讲道,所以呢,耶和卫斯里,他是卫黑工会的创办人, 他信主之后,他相信会众参与敬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极力的推动,他负责布道和带领教会, 他的弟弟,查尔斯,Charles Wesley,就负责创造诗歌,总共,查尔斯一生做了四千多首的诗歌, 连同为John Wesley,这个约翰卫斯林的一起呢,总共创造了超过六千首的歌, 今天我手头上的,这个就是Hughes,四个本,这些都是他创造,他登遗产来的,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歌, 可惜今天教会,尤其我们的图存中,已经把这些遗产,没有拿来再读了,没有拿来再唱的, 他里面没有什么呢,他里面的内容啊,各个的内容都是以神学啊,经历神为主题啊, 我们来看看一下,一些本篇啊,万你John Wesley, OK,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你的照片有放在里面吗?感谢神的照片也放在里面 这些歌是John Macy写的,他代表叫《欧医生的祷告》 看了神的仆人,这首歌,这首歌是讲述用歌,把整首歌唱了 就唱所有被为神殉道的人,殉道者,怎么他们为神殉道,为信仰被人杀死 都是用一首歌来把它唱出来,然后这些照片放在人头照的时候被杀死的人 感谢神的照片也在里面,所以你们还没有被神殉道,这是一个HIMS 我们再看另一个HIMS Praise God from hope,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we live Praise him above me, heaven we live whenever you are sharing Praise him above me ische我大侠ord h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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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höhö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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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